你怎么了 哎呀老夫 我这儿疼 这儿疼 小夫也疼 那喝杯热水 那那你吃点药 那怎么办呀 反正小时候我一不舒服 吃一样东西就好了 啥呀 你问咱妈去 这种黄桃豌豆啊 黄桃豌豆 火大不就是馋黄桃了吗 这些黄桃丁 来做第一种 哎呀再吃没了 这个配方做的 黄桃酸奶纸杯蛋糕 超级软嫩 口感不腻 很清爽 放两天都不会硬的 烤蛋糕的时间 来做第二种甜品 用这简单的几种材料 就能做出一个高颜值的 黄桃牛奶布丁 第三种可以来个饮品啊 用芒果捞的方式 化成黄桃 就是一杯黄桃洗米露了 瞅瞅这黄桃甜品的神仙颜值 爱甜品的人看到 口水都要飞出屏幕了吧 对了 重头戏 这清洁的味道一定很上头 过来吧 能舒服点了吗 我试试啊 全是黄桃 并好一半了 哎你尝个蛋糕 哎老婆 现在地台经济这么火 咱们出去卤串去啊 走啊 走 哎老婆 咱们出去 走 走 老婆 走 哎老婆 现在地台经济这么火 咱们出去卤串去啊 去什么去 这家卤串不香吗 在家 无烟瘴气的 不行 我说行就行 不就是烧烤的油烟吗 还能难倒一颗吃货的心 先把切好的羊肉腌一下 瞧瞧告诉你 这个配方可是祖传的 然后戴手套抓把均匀 同样的方法腌一下牛肉和鸡肉 鸡翅就用二二两粉腌了 等腌肉的时间 把别的食材就直接穿起来 灵魂烧烤酱料当然不能少 把这些调料泼个热油 再加这些调味 搅合搅合就是万能料汁了 瞧这正式 都可以直接出摊了 最后把这些蔬菜类刷上酱 看看这成果 隔壁小孩哈喇子都留一地 我要是出去摆个摊 这技术 不知道能不能行啊 我吵了 我吵一下 明天是不是可以烤羊腿了 你想的没 罗宝吃饭 超香的青椒肉丝 来多吃菜 我不要吃青椒 必须吃哦 青椒很有意思 你试试看 哎呀我不要吃青椒 上脑筋 这小子喜欢松饼啊 用青椒汁来做 让它看不出来不就行了 先把这些青椒炸成汁 然后搞来130克低筋面粉 12克食用油 重点来了 150克青椒汁 搅拌均匀 哦对 还有3克泡打粉 继续搅拌均匀 磕两个鸡蛋 加20克白糖 用打蛋器打发到颜色发白 分两次 加到青椒面糊里 混合 然后静置10分钟 在不沾锅里煎成小饼 要全程小火 看着弄绿的颜色 超舒适 炸完制的青椒渣 当然不能浪费 加个皮蛋炒一下 加到小饼里 不要太好吃哦 当然重头戏还是 松饼的颜值吃法 没有奶油也可以用酸奶 总之就是搭配你喜欢的 这样一口一个神仙口味 哪里会想到青椒的影子 啊 哎 酸饼吃不吃啊 不 哇 吃青椒的吗 好了好了 我真的好了 delicious 不吃青椒 哼 还是嫩了点儿 把你说好了暑假的时候 带我去 一世面全国各地美食 啊 嘘 然后呢 现在怎么去啊 幸福都有先见之明 美食公路地图都给你准备好了 就从各地的凉粉开始 这是你的暑假作业 人家对待啊 凉粉 那就从豌豆凉粉大概分两种吧 我们最常吃的就是用豌豆淀粉 做的透明凉粉 一次偶然发现 有个地方居然把凉粉做成了磕头 啊 磕头 其实人家叫粉鱼 把和好的豌豆淀粉水 缓慢地浇入烧开的糖水里 快速搅拌 变成均匀的透明状就好了 然后需要一个每家都有的壁子 趁热浇到冰水里 就可以上演小磕头找妈妈的桥段了 准备一些冰粉的配料 冰好的粉鱼捞出来 这小身段还蛮可爱的 虽然凉粉拌料汁 加油泼辣子才是正道 但是我家那小子 还是喜欢甜口的这套组合 还得要多多的红橙浆 不得不说 我觉得这是四川火锅店的 不类甜品 凉粉鱼 我这算给你解锁了第一个地狱了啊 我得先品尝一下再说 嗯 这小鹤鹤还挺好吃 今天要锁井过关 下一个是啥 下一个还是豌豆 豌豆浓粉还有一种啊 是用豌豆面粉 哇 单子一打开就有浓浓的豆香了 用200克豌豆面兑一升水 其实目的也是要沉淀住淀粉 但是豌豆面的粗糙颗粒 还是要过滤掉 再次小火云 静置到分层 上层水倒掉 只要下入沉淀的这层浆 再烧一升水 放盐就是咸口 哇一辣浇到银水里 那放腾就是填口了 好像凉粉的做法都差不多啊 都是淀粉活 就要烧开了水里 不甜的搅拌到顺滑 就可以入膜了 自然静置一会儿 也就凉成凝固了 这应该算是云的人必吃的 传统小吃 豌豆黄凉粉了 咸口的 有蒜泥黄瓜 有过辣子 凉拌 那不出门 也能吃到云南特色的黄凉粉了 这比豌豆淀粉 多了豆香味 那甜口的这个直接吃 或者干个豆粉或白糖吃 不就是老北京的小吃之一 豌豆黄了吗 又解锁两个地方啊 这是这个啊 这个不是 给我吃 这有哪个小吃啊 还挺好吃的 是上海吗 对了 这也不算 这给我补个上海的啊 上海的凉粉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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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好消息啊 你来自我 今天小学毕业啦 哦 哦 那我们去鬼街市的小龙虾不过分吧 还没我麻烦 那我直接下载给你点点好了吧 哦 我好好 那直接吃吃啊 哦 有小龙虾去哦 雷腾 哦 哎呦 你们 哈哈哈哈 你没摆植 你确定都是我们家的 哦 王浩奇 这是你干的好事 哎呀妈妈 你儿子小学毕业 哎那不得好好地清雇一下嘛 炖乳麻辣十三香 卤水金汤的油泡虾 足够有五百只呢 哎呀妈 可以来点喝的吗 你儿子毕业呀 行行行吧 看在牛叶鸡的份上 正好今天刚买的羊梅 那就做点羊梅荔枝冰品吧 羊梅撒盐先泡一会儿 这个是荔枝王八 比普通的大这么多 正好冰箱还剩几个 那就一起扒了 煮一锅先吧 放好的羊梅 就叫屁股 先丢把冰糖煮个十分钟 煮到汤色变红 把荔枝丢进去 再煮两分钟 撇去浮沫 取一半加柠檬 加冰糖 放冰箱冷冻 就是冰点 羊梅荔枝啦 马上别催 荔枝肉捣乱 加脆锅膜和冰块 浇上刚才的羊梅汁 在机上打好的海洋奶油 就是一杯冰爽脆甜 又奶香不腻的 羊梅荔枝饮啦 哇 羊梅饮品 妈不够啊 咋啦 就猜到你不够 冰点羊梅还没冻好 刚才煮好了另一把羊梅荔枝 直接加多多的冰块 再拿气泡水加满 就是一桶酸甜透新凉的 羊梅荔枝气泡饮啦 这两种水果 简直就是生鲜组合 恶心替它浅尝一口 这种够了吧 哇 妈妈 太没上了 吃点麻辣的 妈妈 过来点冰子 好了好了 正好冰点羊梅也冻好了 哇 这跟小龙香简直是绝配 我跟你说 这五百只你今天没得给我吃了 我爸32个同学 到时候就来了 这没来就帮我吃 妈妈 32个 你先别自己吃了 等同学来一起吃 妈妈 你就给我拿进去什么学啊 啊 为了庆祝你的小学毕业 即将迎来初中 所以我帮你封过你的假期 啊啊啊啊 我的假期 我的毕业 啊啊啊啊啊啊 你happy 我不happy 你happy 你happy